赵丽颖的这段婚姻是不是个阴谋? 她其实只是想要个属于自己的孩子。 我觉得赵丽颖或许只是想给意外到来的宝宝一个名粉。 毕竟当初怀孕时她已经30多岁了,那个年龄在大吊孩子的话。 对身体伤害很大,而且可能对以后怀孕造成阻碍。 冯绍峰虽然绯闻不断,承认过的和没承认过的都有。 但是赵丽颖能从一个极极无名的跑龙套到拿奖拿到手软的精英女神。 无论是破例与手腕翼或是看人的眼光,都非常人能比。 赵丽颖合作过不少优秀的男演员,而独独选了冯绍峰。 说明冯绍峰在某方面还是有优势的。 年龄上,冯比赵大9岁。 长得也不错,相信两人之前是有一定感情基础的。 冯给了赵一定的安全感。 再者,冯绍峰是个上海人。 孩子出生后可以上上海户口,免除了上海户口之忧。 反正在那个时间点,意外来临时,冯绍峰是个不错的选择。 对于冯绍峰的形象而言,他一直都是个浪子形象。 但他遇到了比之前女友都更洒脱的赵丽颖,不免被深深吸引。 当在节目里被嘉宾问道, 结婚这么多年为什么没带婚姐,冯绍峰黯然神上帝说老婆没给,由此可见。 在这段感情里,或许冯绍峰付出的感情更多也未可知。 阴谋谈不上吧,不过没有孩子他俩不会结婚是一定的。 甚至刚知道怀孕那会儿,他们也没想着结婚,要这个孩子。 所以当初有怀孕传闻的时候,赵丽颖第一时间回应给大家批个叉, 丽正没怀孕。 其实当时他已经知道自己怀孕了,并且决定不要这个孩子或者是不让大家知道这个孩子。 后来不知道为啥两人又决定要这个孩子了,这才去领证结婚的。 如果知道怀孕的时候就打算结婚,或者犹豫是否结婚的话。 赵丽颖当初的回应就不会这么过断,最起码会模棱两可地给自己留一点余地。 所以赵丽颖的这段婚姻可能并不是她想要的,但也并不是阴谋。 至于闪婚又闪离的原因,我推测有以下几种可能。 一、赵丽颖怀孕了,可能是觉得俩人感情没到结婚那一步。 所以并没有告诉冯绍峰,也没打算要这个孩子。 后来有媒体爆料赵丽颖怀孕,冯绍峰知道赵怀孕赶紧去商量怎么解决。 然后就结婚了,后来事实证明俩人确实不适合结婚。 二、赵丽颖怀孕了,俩人都知道,但为了各自的事业。 最根本还是俩人感情没到谈婚论嫁的份上所以决定不要这个孩子了, 后来媒体爆料,家人知道,撮合二人结婚。 两年之后,俩人发现强扭的瓜不甜,岁又离婚。 三、赵丽颖怀孕了,但是冯绍峰犹豫要不要结婚。 有媒体爆出怀孕传闻,赵丽颖一怒之下回应没怀孕。 意思就是我,你别犹豫了,当我没怀孕。 冯绍峰幡然唯悟,为孩子结束浪荡生涯,迎娶赵丽颖。 后来觉得还是想过自己的浪子生活,就又离婚了。 我觉得赵丽颖或许只是想给意外到来的宝宝一个名粉。 毕竟当初怀孕时她已经三十多岁了,那个年龄在大吊孩子的话。 对身体伤害很大,而且可能对以后怀孕造成阻碍。 冯绍峰虽然绯闻不断,承认过的和没承认过的都有。 但是赵丽颖能从一个极极无名的跑龙套到拿奖拿到手软的精英女神。 无论是破例于手腕翼或是看人的眼光,都非常人能比。 赵丽颖合作过不少优秀的男演员,而独独选了冯绍峰。 说明冯绍峰在某方面还是有优势的。年龄上,冯比赵大九岁。 长得也不错,相信两人之前是有一定感情基础的。 冯给了赵一定的安全感。 栽者,冯绍峰是个上海人。 孩子出生后可以上上海户口,免除了上海户口之忧。 反正在那个时间点,意外来临时,冯绍峰是个不错的选择。 对于冯绍峰的形象而言,他一直都是个浪子形象。 但他遇到了比之前女友都更洒脱的赵丽颖,不免被深深吸引。 当在节目里被嘉宾问道, 结婚这么多年为什么没带婚姐,冯绍峰黯然神上帝说老婆没给,由此可见。 在这段感情里,或许冯绍峰付出的感情更多也未可知。 阴谋谈不上吧,不过没有孩子他俩不会结婚是一定的。 甚至刚知道怀孕那会儿,他们也没想着结婚,要这个孩子。 所以当初有怀孕传闻的时候,赵丽颖第一时间回应给大家批个叉, 丽正没怀孕。 其实当时他已经知道自己怀孕了,并且决定不要这个孩子或者是不让大家知道这个孩子。 后来不知道为啥两人又决定要这个孩子了,这才去领证结婚的。 如果知道怀孕的时候就打算结婚,或者犹豫是否结婚的话。 赵丽颖当初的回应就不会这么过断,最起码会模棱两可递给自己留一点余地。 所以赵丽颖的这段婚姻可能并不是他想要的,但也并不是阴谋。 至于闪婚又闪离的原因,我推测有以下几种可能。 1. 赵丽颖怀孕了,可能是觉得俩人感情没到结婚那一步。 所以并没有告诉冯绍峰,也没打算要这个孩子。 后来有媒体爆料赵丽颖怀孕,冯绍峰知道赵怀孕赶紧去商量怎么解决。 然后就结婚了,后来事实证明俩人确实不适合结婚。 2. 赵丽颖怀孕了,俩人都知道,但为了各自的事业。 最根本还是俩人感情没到谈婚论嫁的份上所以决定不要这个孩子了, 后来媒体爆料,家人知道,撮合二人结婚。 两年之后,俩人发现强扭的瓜不甜,岁又离婚。 3. 赵丽颖怀孕了,但是冯绍峰犹豫要不要结婚。 有媒体爆出怀孕传闻,赵丽颖一怒之下回应没怀孕。 意思就是我,你别犹豫了,当我没怀孕。 冯绍峰翻然悔悟,为孩子结束浪荡生涯,迎娶赵丽颖。 后来觉得还是想过自己的浪子生活,就又离婚了。